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你會發現Print的時候 上個禮拜其實就是講4i 這個i的話指的就是 輸出這個前面的數字 這個好像叫被乘數 後面好像叫乘數 我記得是這樣 好像小學好像小學四年級的 你們可以自己再查一下圍基百科 乘數跟被乘數 前面的部分的話 指的就是i 所以i一樣 1到9 所以我給它一個range 那就是1到10 也就是輸出到10就停下來了 然後j的話指的 這個j的值指的是後面這個 1 2到9 所以你會發現 當i等於1的時候 它輸出123456789 然後下一個之後 彈回去之後 i等於2的時候 後面的j 又重新1到9 所以它的關係大概是這樣子 尾巴加一個tab符號 就是這個 等於是反斜線t 這個反斜線t OK 那為了說讓這個一整串 串成一個文字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假設是i跟j 因為i跟j 它是數字 所以我們前面一定要加一個str 有沒有 然後再去串一個乘號 再去串一個乘數 然後再把兩個相 加一個等號 串在一起 然後兩個相乘 最後的話 再加一個反斜線t輸出 OK 不過特別注意 你會發現 這裡面很重要 就是你要不斷轉型 所以有的時候 我發現 連我自己偶爾都會轉不過來 有沒有 有些地方換個轉 所以 如果將來 你假設 遇到像這樣的一個輸出 又有文字 然後又有數字的話 其實 就是我們會利用一個函數叫format format還記得吧 小數點的第二位 我們好像前面用過它 那這裡的話 其實是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 我把它換一下 這個把它註解一下 註解的話 就在這邊加一個ctl-1 OK 你們可以記下一個快速線 ctl-加1 ctl-按住之後 再加一個數字線 上面的數字線1 那你會發現 它自動在前面 會加一個緊字號 這個什麼意思 就註解的意思 OK 比如說呢 我希望把它 要取消的話 再ctl-1 反正你要加註解 就是ctl-1 那你要解除註解 一樣ctl-1 順便再教一下大家 就是 如果你要大範圍的註解的話 比如說你這個 整個都要變成註解 不執行 一樣選起來ctl-1 有沒有 那如果你這一個範圍 全部都要解除註解的話 一樣選起來ctl-1 就好了 這個招 還蠻管用的 不過這個跟以前Java一模一樣 以前Java也這樣 而且快速線也都一樣 所以其實說真的 對我來說沒有適應的問題 反正就差不多寫 寫程式的規則 差不多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把這邊一直在轉型的這一個寫法 把它改成 整個用Format來改 Format的好處就是說 它不需要一直轉型 反正你只要跟它講 你要輸出那個文字串的規則 它就會照著你的規則 把資料放進 那怎麼 這個地方可能你們要注意 第一個 我先把這邊 這一行先把它註解ctl-1 然後我拿這一行 把它拿來修改 那改怎麼改 把它複製都貼到底下 那改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整個 看著print 重新寫好了 那後面的話呢 我們可以先給一個什麼 文字串的規則 規則的話就是一個雙語號 雙語號開圖 移到中間 那我會需要有一個i i放在第一個位置 所以給它一個大瓜糊就可以了 然後呢 中間加一個乘號 用x 大寫x來代替 再加上一個大瓜糊 就是放追的位置 然後再加一個等號 加一個等號 然後再加一個大瓜糊 ok 然後再加一個反斜線T 跟各位講喔 如果你假設在這裡 用formase來做的話 基本上 你不用再像上面一樣用加號 有時候你先把這個規範 先把它先 有點像 給它一個樣板 ok 那你說呢 那裡面大瓜糊是什麼意思 大瓜糊就放變數的地方 什麼變數 i跟追 第一個放i 第二個放追 第三個放i乘追 有沒有 然後呢 其他的喔 我們上面需要用串接 而且還要加前後雙語號 有沒有 這些都不用 有沒有 直接把它放進來 等號的話呢 直接放進來 這個的話呢 反斜線T也直接放 ok 所以呢 意思就是說 我們直接把它當一串文字 來敘述給它知道 只是說呢 你說老師 那有三個大瓜糊 那怎麼樣把變數 放進大瓜糊 這個時候呢 我們需要一個函數 叫 點Format 點Format的話呢 意思就是說 前面是我要格式化的規則 那後面的話呢 再加一個瓜糊 Format的瓜糊 那因為前面有三個 有三個大瓜糊 所以呢 記得喔 瓜糊裡面呢 也要需要給它 三個變數 第一個的話呢 意思說 你第一個大瓜糊裡面要放什麼 我放I OK 痘點 第二個大瓜糊裡面要放什麼 我放T 第三個我要放什麼 我要放I乘T 好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它就知道 分別把這個丟進來這邊 這個丟進來這邊 這個丟進來這邊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那我可以怎麼樣 將來我如果有很多的變數 我就不用像上面一樣 一直轉型 再串接 轉型 再串接 轉型 再串接 再串接了 OK 那最後一樣 所以這樣的話就輸出了 那一樣呢 尾巴一定要把那個換行拿掉 所以這個痘點 END 等於兩個雙引號 這個一樣要加 然後後瓜糊 Print的後瓜糊加一下 這樣子的話呢 基本上就完成了 也就是說 我把上個禮拜這樣的 轉型串接 轉型串接 把它寫成用Format 比較精簡的寫法 而且可以把什麼呢 串接這個部分 不需要一直串接 OK 我們來試試看 最後結果一不一樣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那理論上 執行結果應該會跟剛剛一模一樣 有沒有 你會發現結果一模一樣 那最大的不同就是說 之前的寫法 我個人覺得 這實在有點麻煩 因為你變成說 一直 STR 刮糊 ST 要串接 然後前後又要雙引號 然後再一個追 又要把它轉型 又要串接 又要轉型 又要轉型 所以你會發現 一直轉來轉去 那取而代之的話 我可以把它改寫成像這樣子 後面加一個點Format 把I追 I乘追 分別丟到這個大瓜糊裡面去 OK 這樣的話其實 以後滿多地方 都可以這樣用 尤其是 如果你的變數資料很多 或者還有什麼呢 比如說你的那個 外附資料 比如說你從資料庫 檔案 或網路上 很多很多藍 那很多藍的話 你要把它放進 你想要輸出的地方的時候 那你要轉來轉去 所以上面那個寫法 我比較強烈推薦 你們可以把它改寫成下面的寫法 試試看 OK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再先還給各位一下 就是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那個地方 把它轉型的部分 改寫成用Format 這個函數 來取代 試試看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也有把它放在 雲端白板上面 上個禮拜寫的部分 是第五頁 這裡 OK 那我底下的話 是用Format的輸出 在這裡 關鍵在這邊 所以你們其實可以把這一行 我是沒有直接把它刪掉 我是在前面加一個 緊字號 讓它註解 或者是什麼 Ctrl-E 其實Ctrl-E 就是註解的意思 OK 試試看 OK OK 試試看